我告诉你,这是什么? 这就是木鹅 这个就是蚊蚊 为什么呢?我又告诉你这个东西 我已经以前教蚊蚊蚊 所以我今天不只教你怎么浸这么简单 大概你浸大概五六个钟没问题 五六个钟,应该三四个钟都可以 没有所谓 这是木鹅 因为用这个方法,用得很快 很快很快 因为上次我教你,为什么我经常教你呢? 只不过我重复医生 为什么我不怕教你 当你浸好这木鹅 你准备蚊蚊的时候没关系 你吐个鸡,放多点水没关系 我讲蚊子没关系 等下浸四个钟,五个钟 你浸好多之后 拿点白醋拿出来 去洗干净的东西 当你煮的时候 拿点白醋去煮 小时候的白醋去煮 为什么? 为什么我告诉你很重要 因为我以前上位聊了之后 我有一句告诉你 煮出来的东西 她说,妈妈 为什么她为什么我没有人吃 很少吃很少 哎哟,原来我也不知道放这个醋 就是放一点点就够了 比如说,你煮汤有多大 一环就这么多的木鹅 你大概放一点点的 大概一点点的 比如说,一粒黄豆 两粒黄豆 什么时候的醋就可以了 放下去煮也可以 吃也可以 当你煮熟的时候 很柔很柔 很好吃 什么可以啊? 香菇啊 蚊鹅啊 木鹅啊 还有 这种不可以了 就是大概是那种种 如果有新的画面 最告诉你们 好不好? OK 就我接受到Jenny了 如果好的 给我一个电鱼 耶 在这种画面 快要追掉 好